Mac與PC的共用傳取 現在會教大家如何將蘋果電腦系統 以及視窗電腦系統 設定為可以互相共用資料 在這個示範裡面 所用的系統是Mac OS 10.7.5 以及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 要將這兩個平台的檔案分享系統 接連在一起 首先兩個平台需要有一個 共同的工作群組 要知道在視窗系統上用的工作群組 可以按開始 然後在我的電腦那裡游擊 再選擇內容 然後選擇電腦名稱 那一頁 你可以看到你現在正在使用的工作群組名稱 接著就可以記下工作群組名稱 如果你想使用另一個工作群組名稱 可以按便更 然後在工作群組那一欄 輸入你想要的工作群組名稱 然後按確定 當你更改了工作群組的名稱 就需要重新啟動電腦去令更改生效了 除了兩個平台所使用的工作群組需要相同之外 運行視窗的系統 也必須啟用 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 要肯定已經啟用了 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 可以按開始 然後在 網絡上的方輪上面游擊 然後選擇內容 再在右邊選擇連接到蘋果電腦系統的網絡連線 接著在上面右擊 並選擇內容 如果這部電腦已經安裝了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的話 就可以在這個連線使用下列項目裡面看到了 如果這部電腦還沒安裝 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的話 你可以按安裝 然後選擇用戶端 然後按新增 再選擇Client for Microsoft Networks 接著按確定 在安裝完成之後 你需要重新啟動電腦 接著就要設定網絡上面分享的資料夾 首先按開始 然後選擇我的電腦 然後打開共用文件 於左邊按 建立新的資料夾 再輸入這個資料夾的名稱 然後在右邊按 共用者的資料夾 並於在網絡上共用者的資料夾 內加Tick 然後在共用名稱一欄 輸入這個資料夾 在網絡上面顯示的名稱 如果你想其他使用者 可以將資料寫入這個資料夾的話 就在 允許網絡使用者 變更我的檔案 在這裡一Tick 如果沒有選擇這個選項的話 那麼其他使用者 只可以讀取這個資料夾裡面的資料 完成之後 就可以按確定 去關閉這個設定 在視窗電腦系統上面的準備功夫 基本上已經完成 接著下來 就要在蘋果電腦上面進行設定工作 基於網絡安全的考慮 通常這個用來做檔案分享的帳戶 都只會設定為較低的權限 不應該使用一個有系統管理員權限的帳戶 作為檔案分享的帳戶 所以我們現在會建立一個 只是用來分享檔案的帳戶 首先進入系統編號設定 然後進入使用者與群組 接著你會見到視窗的左下角 有一個鎖的圖案 如果這個鎖的圖案 是鎖上了的話 那麼你就在它上面按一下 然後輸入一個有系統管理員權限的帳戶 然後按解鎖 之後在加好那裡按一下 然後在新增帳戶一欄選擇 緊共享 然後在全名那一欄 輸入一個帳戶名稱和密碼 然後按建立使用者 之後回到系統編號設定的主頁 然後選擇網絡 再選擇連接到視窗電腦系統網絡的連線 然後按進階 然後選擇Wins 接著你就會見到NetBounce名稱 這個名稱 即是這一部電腦在視窗系統 裡面所顯示出的名稱 你可以在這裡輸入想顯示的名稱 而在下面工作群組一欄 所顯示的就是用緊的工作群組了 在這裡輸入你之前記下的視窗系統所用緊的工作群組名稱 然後按好來到關閉 然後回去系統編號設定 再選擇共享 然後在左邊的檔案共享那裡一踢 去啟動這個功能 然後在右邊按選項 再在使用SMB共享檔案與資料夾裡一踢 然後在下面選擇 我們剛建立的帳戶 准許這個帳戶透過網絡來登入這一部電腦 然後按完成 然後在共享的資料夾裡面 加入將會在網絡上面分享的資料夾 你可以利用加好、減好 去增加或者刪除分享到網絡上面的資料夾 在設定好之後 在資料夾上面按一下 然後右邊就會顯示出 不同使用者的資料夾的存取權限 你可以按加好和減好 去設定可以經網絡存取這個網絡的帳戶 例如你可以選擇所有人 然後在旁邊顯示使用權限的地方按下去 你就可以選擇讀取和寫入 這樣就會令到所有連接到這個資料夾的使用者 都可以讀取或者寫入資料到這個資料夾 在設定完成之後 你可以關閉系統編號設定 這樣在蘋果電腦系統上面的設定就完成了 之後你可以在Finder的共享 這一欄裡見到之前設定好的視窗電腦 選擇這一部電腦 右邊就會顯示出 之前在視窗電腦設定好的共享資料夾 接著你就可以在這裡 存取視窗電腦裡面的資料 如果在視窗電腦裡面 想連接到這一部蘋果電腦 可以按開始 然後選擇《網絡上的方輪》 接著你就可以看到 之前分享到網絡上的資料夾 如果在這裡看到個資料夾的話 你可以按左手邊的 《檢視工作群組電腦》 在這裡裡面會顯示出 同一個工作群組裡面的電腦 只要進入之前設定了共享的蘋果電腦 就可以見到共享出來的資料夾 當你打開這個資料夾的時候 會要求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輸入 之前在蘋果電腦裡面 建立給檔案共用的賬戶名稱和密碼 之後就可以傳取到蘋果電腦裡面的資料了 所以我看到了 你也會擺放在蘋果電腦裡面的資料夾 有些資料夾的時候 在蘋果電腦裡面 要是屬於 兩次的資料夾的時候 然後從來裡面 這裡有些資料夾的資料夾